海贼王,锦卫们属性降低。 双刀尽毁灭,锁龙哭晕了。 海贼王全新生命卡图鉴发售,本次发售的角色主要针对核之国,而作为目前核之国一军的总指挥锦卫们,他的生命卡也是需要我们着重看一下的。 NOE,锦卫们。 锦卫们这个角色在海贼王里算得上是一朵奇葩了,曾经只是一个小混混,后来因为跟对了老大瞬间变成了正派黑社会了。 九霞老大的气势一瞬间就凸显了出来,可谁承想到了现代却又将自己好色的本质暴露无遗,让人琢磨不透。 不过,如果,如果就看战斗力的话,别看锦卫们长的一副弱鸡样,他的战斗力还真就不太低,一手狐火流耍的也是十分到位。 说到琥珀这两个字,其实锦卫们最初是被叫做孤火流锦卫们的,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巴戏,只不过后来每天将孤火改成了狐火,也是对应了狐狸这个动物代名词。 估计也是想体现锦卫们作为九霞之首的智慧线路吧。 NOR,铃刀。 另外,在本次生命卡中,除了锦卫们本身的信息之外,他手中的双刀也被发布出来。 我们都知道锦卫们的双刀可以自己产生火焰,其名曰,住餐,叫餐。 而在所大刚刚刚看见这两把刀之时,说实在的他就心动了,毕竟同样作为剑士,对刀剑的敏感和喜爱那是天生的,并且已经深入骨髓的那种。 虽然说,住餐,和,叫餐,这两把刀并没有什么名气聘级,不过就从他能够释放火焰这一点来看,也绝对能够归属于明刀系列。 只不过,可惜的是锦卫们为了保护陶支柱撤离用双刀应接了凯多一击霸王色狼牙棒,不仅自己倒得不起,就连双刀也是遭受了粉碎性的破坏,估计想要修好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而自此所大的梦想也就完全破裂了,因为他再也不能拥有锦卫门的刀了,估计知道消息的他眼泪也会掉下来吧。 NO3,获持能力 最后,咱们来看看锦卫门的果实能力,锦卫门的恶魔果实叫,符符果实,但其实最初的,符符果实,在设定草稿图中被叫做,换换果实,要比,符符果实,强大得多,能够置换任何东西,比划划果实更变态。 而如今换成变符符,除了变装一无是处,看样子也知道,锦卫门这事遭到了伟田的降维打击了,直接砍掉自己一打扮的能力,哈哈,还真是有够惨的。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 谢谢。